那你就瞪大狗眼看好了吧 我就说你不行 什么 这大臣防护罩连金丹极净都破不开 你居然一拳就能砸碎 这怎么可能 因为我要打砸碎嘛 所以自然一拳就砸碎咯 我死 不好 我绝对挡不住 星辰 你快去融合熔岩中 我带人挡住他 好 江鱼儿 就算你再厉害 也不可能片刻间摆脱我等 只要我们坚持到星辰成功融合熔岩中 到时就是你的死 好强 什么 只剩一个了 不 星辰 救我 逃不掉的 快 霍岩 救 救 我 对不起了霍岩 我之后一定会杀了江鱼儿 给你报仇的 什么 妈 赵星辰 我诅咒你 不得好死 熔岩中 你是我的了 不好 赵星辰要得到熔岩珠了 可恶 我们没有力量去阻止他 现在怎么办 我吸收了熔岩珠突破 江鱼儿 你们全都要死 不好意思 熔岩珠是我的 你是谁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无名小牛 我 那女人好快的速度 难道也是金丹极尽 我元出圣地 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她使用的是帆子的雷镖 难道她杀死了帆子 她是 凌羽 当初在收小鱼为图的时候 我遇到过这个女人 只是没想到 她心机竟然如此深沉 隐藏得这么深 走 我们去见见我们的大师兄 洛师妹 我错了 救 救救我 救你 我送你上路还差不多 这一拳 是因为你无耻陷害我 这一脚 是因为你背叛圣帝 这一巴掌 是因为你一直恶心地介意我 赵师兄 周师妹 你来救我了吗 就知道你是最爱我的 从今以后 你就是 大夫人 不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姐妹了 姐妹 我这就帮你断子绝孙 啊 终于结束了 我不甘心啊 融合吞噬 不好 铃鱼在融合熔岩珠 她想学习赵星辰 依靠熔岩珠突破金蛋寂静 打破这片天地的稚固 小鱼 快打断铃鱼 不能让她融合熔岩珠 好 你们帮我拦住江鱼儿片刻 待我突破金蛋寂静之后 让你们飞升上界 什么 江鱼儿很厉害啊 我不想永远跪在这片世界 屁吧 赵星辰和霍岩已经死了 我们只能追随这个女人了 江鱼儿 给我站住 敢拦我 找死 小鱼儿 给我滚 他太强了 凌鱼 今天我们就算算总账吧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资 就连斗雀公的古武叮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事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仙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少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少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顺便高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勾结了 鸭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火爆上线等你来看 除了 带来 最后一步 却来的 更新的重量 你们的重量 魂 如果有更新的 您可以按下方便 您可以按下方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